大家好,给大家更新一下公保鸡丁的教程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喜欢的朋友呢,点点爱心支持一下 每天都会和大家分享一道美食 谢谢 首先我们准备鸡脯肉一块 然后准备熟的去皮花生米 我们准备小料,有姜葱蒜,然后干辣椒 我们把鸡脯肉切片 再切条 最后再切成如图这样的丁状 我们把鸡脯肉腌制一下 然后放点盐 鸡精 鸡蛋清 然后抓匀 然后再放点马铃薯淀粉 给它拌匀备用 这个时候我们把锅烧热 然后再倒点油 然后下入鸡丁给它滑油 鸡丁变成这样的白色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捞出来 控油 然后锅里放一勺的皮鲜豆瓣酱 给它炒香 炒香以后呢,我们下入小料炒 然后我们加一勺的水 然后开始调味 放少许的老抽 鸡精 味极鲜酱油 然后我们再把准备好的鸡丁倒进去 然后用水淀粉勾芡 最后我们再把花生米倒进去 然后翻炒均匀就可以了 非常好吃的公保鸡丁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呢,双击支持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